和去年一样,又是七月的盛夏 我再度回到了这座阴云着浪漫水系和喧嚣市井的城市 武汉 又一次置身于江城的夏日之中 在二次元圈子里,说起武汉 就不得不提到本地蓬勃的高游戏产业 举止班Never Knows Best Sakura Game等各种知名视觉小说工作室 都分布在这片土地上 理所当然,很多本地的建筑和地点 也成为了他们构筑游戏背景的参考材料 本次我们圣地巡礼会设计多个Galgame 去走访他们三次元中的地点原型 由于工作繁忙,为了完成所有地点的巡礼 我分为两次到访武汉 走访了武昌和汉口两个区 先从今年的巡游路径说起吧 这回主要在汉口转转 从地铁二号线青年路站出来之后 首先可以看到天爷新春 听说是三色惠莲中文子家的原型 其实这一带基本都是该游戏的取景地 接下来会逐个为大家介绍 沿着青年路一直往北走 然后向左拐进万松原横路 接着一直走 就可以提搭武汉市十二中 也就是游戏中十二高级中学的原型 然后往左拐进航空小路 再左转进航空路 就是游戏中秋晨与莫小菊上学的道路 通过街道上的梧桐树就能辨别了 顺带一提 隔壁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医学部 这附近的学术氛围很浓厚 接着前往下一个地点 墨小菊家的原型 就在不远处的地质局大院 沿着航空路一直走 回到青年路 然后跨过解放大道就到了 之后折回万松原路 顺着预指走 就可以看到另一部衍生作品《三岁会论S》中 石果所在的中学 江城市六十八初中的原型 武汉市第六十八中学 这里的还原度也很高 可以看到旁边确实有一家叫 刘记腰画面的面馆 接着走到西园购物中心向右转 可以从西三门进入中山公园 游戏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场景 取材于此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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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爬楼爱好者 当然得看看他们的教学楼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乎就有了这些图片 怎么样 是不是挺赞的 最牛逼的一点是 他们的物理 化学 生物实验室 都是按照大学配置来建造的 而且给他们上课的 不乏博士 院士 这可真的是把玉才做到了极致 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和我一同前来的朋友 让我上来顶楼 他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然后 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我们的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顶尖学府里的平凡的每一天 与他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讲诗话在看到他们在天台的那些留言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原来就算是这样天赋异禀的学生 也有他们内心的小事情 也会对他们热爱的人与世 抱持着赤诚之心 也许这些墙每年都会重新粉刷一次 也许这段热血的时光 会随着他们慢慢长大而淡化 但这段增容岁月 一定一直都会留存在时间的回神之中 这所学校能够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什么呢 最理想的情况来看 如果说进了这所学校 就真的能够成为精英 那么人成为精英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于我自己而言 我只想平反 若不是生活所迫 谁又愿意才华满身呢 在感慨这所学校之余 我同时会为这些学生们感到一丝丝顾虑 假如每个人都变得完美了 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每一个完美的人 真的会获得幸福吗 看完这些墙上的叙语小迹 我对之前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 来到更好的地方 然后遇到更好的人 没有人会为了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 为了完美主义而完美主义 而是这样的环境 会给他带来更精彩的青春记忆 哪怕这是他们父辈的选择 青春期的小孩子们激情是不会说谎的 他们的能力会更强 会更理性 知信 也会以更合理的态度 面对学业和生活 甚至是爱情 此刻我也终于明白 为何炒饭会选这所学校作为故事原型 说得更直白些 武汉作为内陆城市 就是不如沿海城市开放 广州大专生的月薪 比武汉本科生的月薪还多 这是不争的事实 内卷是事实 学业压力大也是事实 这是中国社会的现状 讨之不及 我们不是什么富二代 也不是什么红三代 社会优质资源少 这种竞争使我们无法避免 然后呢 我们难道就不追求自己的理想了吗 难道就应该放弃了吗 人类生来就具有一种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所以这里的学生会觉得上普及班是理所应当的 会觉得360度无死角发展 乍干大多数游戏时间去解数学大题是正常的 他们生来就比我们缺一只胳膊 然后呢 难道就因为这样的局面 无需追求行之首相了吗 年少的他们 追求幸福生活的难度比我们大多了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在我看来 全国Gail Game最兴盛的创作城市就是武汉 其实正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我们看似是最没有恋爱自由 最没有财富自由的一群人 但我们比任何自由的人还要努力地追求属于自己的性质 说起来真的挺感人的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像死而生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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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终将踏上劳碌的旅途 带上紧箍圈 拾起金箍棒 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走去 每一次的路途 每一次的落日 都在提醒着我 继续前行 终将抵达内心的宁静